地末室內樂團 帶來富有傳統意境的動人鼓搖弦樂 再由平大鼓元祟文化藝術團 帶來考察部落文化的鼓搖曲目 感受到祖先的尊尊教誨 接著有孩童口述原住民族日的由來 平憲府舉辦鼓搖傳唱音樂會 邀請大小朋友傳唱自己的歌 經由各年齡層的參與 不僅帶動鼓搖附贈 也象徵著世代傳承 敘事代發 所以現在在110年到111年 我們做了舞陽的採集 我們希望歌頌山林 我們希望一唱歷史 所以我想有很多很多 大家一步以來 努力去保存 努力去創造的文化技術 還有歷史 有待我們一步一步的去追逐 原住民立委吳立華表示 今年5月立法院修正通過姓名條例 在身份文件上 名字可單列原住民族文字 不再侷限於中文姓名 在原住民姓名平權 也迎來新的里程碑 今年的5月 我們已經完成修法 身份證欠佔 直接單列 羅馬評音原住民文字就可以了 我們推光明正大的 告訴人家 用我的族名呼喚我 孩童用純粹的歌聲 向大眾傳遞排文族鼓搖的美麗 還有由一群熱血老師 組成的合唱團 用鼓搖傳達他們對盧凱文化 推廣的熱情 以及推動附贈南台灣歌樂的 喜喜鼓藝術團 船上排文族長輩對青年的叮嚀與期許 整場音樂會令人動容 平縣府表示 未來人繼續與民間攜手合作 讓屏東縣成為 復興原住民鼓搖的搖籃 並在原住民文化保存上 持續投入資源 原始新聞歌社 平東泰武採訪不到 廣告 入瓶 入瓶